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《九窝去科普》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玄武门之变可以避免吗? 欢迎各位看官,点击订阅,下期精彩内容不错过,我们来借着往下看。 玄武门之变本可避免,只因李渊一句话,李世民再也忍无可忍。 如果真要找一个人来为玄武门之变负责的话,那这个人既不应该是李世民,也不会是李建成,而应该是李渊。 这样说,并不是认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就是对的。 实际上,如果不是李渊的态度暧昧,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找寻平衡的话,这场政变本可以避免。 武德七年六月正值剩下十分,唐高祖李渊并没有在长安宫中,而是跑到宜军县行宫避暑。 此时,天下出定,虽然还有灵星的战乱,但这已经改变不了唐朝一统天下的局面,所以他很安心地带着李世民。 李元吉两个儿子一起消暑,而让太子李建成在长安驻守。 现在他唯一有些不安和心烦的就是这三个儿子,唐朝能够建立。 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本人,更不是太子李建成,而是自己身边这个英明神武的二儿子李世民在唐朝建立的前后几年。 就是李世民出生入死的精彩表现,让他这个位置越坐越舒坦。 然而,任何人立下了这样的功劳,都是要有回报的。 作为父亲,最好的回报,当然是将花花世界作为遗产送的儿子。 但是李元不能这么做,因为李世民还有一个长兄李建成,那才是理所应当的皇位继承人。 可能现代人不理解,但那就是当时汉人的最基本的原则。 这是由从西州就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所约束的,只要嫡长子在,哪怕他是傻子疯子,也不能乱了这个规矩,其他的儿子就算再有本事。 再有功劳,也是做臣子的命,没有这个制度,任何兄弟都有资格窥取皇位,天下将永无明日。 既然赏赐不了皇位,李元就以破天荒的礼物送给李世民,他创造性地设置了天策上将,并允许开府。 另外,李世民享有秦王的称号,拥有一系列的特权,总之,李元就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李世民,权力都可以给你,就是不能寄予皇位。 可是,李元也没有料到,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关系迅速恶化,以至于水火不容,后来李元旗又加入了,让局势更为复杂,李元只好夹在其中。 既不允许李世民当太子,也不允许李建成杀李世民。 很快,他发现自己错了,李世民似乎并不需要他的保护,天策府的命令比太子府,甚至比朝廷的命令更为畅通,李世民的浴血奋战,威望已经达到顶峰。 而且他的关系盘根错节,底蕴深厚,可以说,关隆贵族集团的代言人是李世民,而不是李元。 正是这个夏天,正是在行宫之中,李世民却跪在李元的脚下,向他回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。 太子竟然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假照,而后者即将要谋反了。 李元狐疑地看着李世民。 如此重大的事情,他不能不慎重,思来想去,他最终决定招来杨文干问个清楚。 结果,这一问就出了大问题,杨文干当场举兵造反,消息传到长安,东宫太子李建成急匆匆赶到行宫,亲自向皇帝解释道歉。 史称李建成见到李元后,以头壮的表明清白,哭得泪流满面,几乎昏倒过去。 然而,这并没有打动李元,他仍然大为恼火,要让李世民亲自去剿灭杨文干。 对于自己的这张王牌,李元以鼓励的口吻说, 废太子,改立如,不仅如此,在李世民出征的时候,李元还囚禁了李建成,每天只点一点糙米吃, 可以想象,李世民这一次出战,是比以往更为激动,也许他骑着高头大马,走出长安的时候,神色得以洋洋。 杨文干的叛乱,本来就是个笑话,李世民的大军还没赶到,杨文干就被部将所杀, 不管怎么说,只要回到京城,梦寐以求的太子之位,就是李世民的了。 从今以后,天下都将向他敞开怀抱。 然而,当李世民回宫后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,李建成已经被释放, 而且如无其事当着他的太子,李元更是将费力之势绝口不提。 反而将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各打五十板,分别将他们的下属流放了几个。 从此,两兄弟的矛盾真正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, 他们明争暗斗,进入白热化,再也没有回旋余地。 心软的高祖,李建成不过只是一个影子而已, 这场战斗的真正主角其实是高祖和太宗。 李元能有现在的江山,李世民的贡献十分巨大,李元动不了李世民。 李元从起兵到占据河东关中等地, 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,然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,李元就直接称帝。 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解决问题,并不是说明李元到底有多强悍, 因为这些地方本身就是和他保持合作的关系,我们称之为关隆集团。 李元对此全盘接受,并且分封了很多世袭国公,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。 但李元也懂,这样的操作会给以后的王朝留下很多隐患, 甚至他会成为一个傀儡皇帝,为了摆脱这种情况, 他才允许李世民自由发展自己的势力。 这也是为了制衡朝中的那些集团军,可能在李元看来, 李世民不过是个工具人,等时局稳定之后,一脚踢开。 但是,李世民的能力超过了李元的预算, 李世民的部下对李元的唐朝并没有多少归属感, 他们只认李世民,而李元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 这也是为何在历史中,李元对于李建成有那么多的偏爱。 特别是在武德六年之后,李元的立场愈发坚定。 武德年间,天策府的影响力直逼东宫, 并且已经可以直接号令唐朝的地方官府, 一个秦王的权力已经和太子的权力一样了, 这在一个王朝中正常吗? 李元真的就这样无动于衷吗? 但李元确实没有办法有效处理掉李世民, 没有人能替代李世民在天策府势力的地位, 迁移发而动全身,动了李世民, 刚建立的唐王朝甚至会瞬间分崩离析, 而唐朝周边本身就是外敌环似, 他堵不起。 但李世民却没有那么犹豫, 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, 他是果断下手, 发动玄武门之变, 自己成功上位, 用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代替了整个王朝的内战, 可能他对不起家庭, 但是对天下百姓来讲这样的结果很好。 李世民的当目标从来都不是什么李建成, 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李渊的地位,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, 他身边有这么多人, 为的就是他能登上这个位置, 而且他身边的人比他还要紧张, 还要着急, 如果他不尽快地做出决定, 这些人就会另寻民主, 因为只有这样, 他们才能享受到更好的待遇, 这是属于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战斗, 李建成不过是中间的过渡阶段, 就算李世民真的成为太子, 李渊也不可能对他放心, 而李世民身后的权力机关, 也不允许李世民只成为一个太子, 毕竟只要李渊还活着, 他就还能生, 其实我们看, 李建成对李世民的一步步防范, 还算是得当的, 只是下手有点晚了而已, 实际上玄武门之变压根不是李建成能阻止得了的, 他也没有什么机会避免, 而李渊则不同, 他是有机会的, 李渊当初就不应该让李世民来做这个天色上将, 当然那时候可以说是李渊还没有看出李世民的野心, 但之后的杨文干事件和中毒事件, 则已经说明李世民对皇位的渴求, 李渊本来有这两次机会妥善安置, 或者处罚李世民的, 但是他都没有, 这一步步走来, 玄武门之变必无可避, 即使是高祖李渊在面对这件事情, 也被李世民赶下皇位, 说好听点被破缠让, 说难听点, 就是幽禁在皇宫之内, 当了九年的太上皇, 连李渊都害怕李世民的锋芒, 更何况李建成在当时, 也肯定是小心翼翼, 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协商的余地, 就是于死网破, 谁有机会夺得大统谁就能活下去, 优胜劣汰这种道理, 大家不会不清楚吧,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, 可以留在评论区, 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小伙伴, 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 我们下期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